大家好,我是毛毛 歡迎收看建築事務所的水衣工程篇 今天要談判的主題為翡翠水庫 翡翠水庫位於新店溪上游的北市溪流域 主要功能為防洪及公共給水 另具有發電的功能 主壩為三星雙向彎曲變厚度滾泥凸拱壩 滿水面積為1024公頃 總蓄水量達4億6千萬立方公尺 霸高為122.5公尺,寬度約為510公尺 為全台第二大的水庫 霸頂設有8座弧形翼紅道 每秒排鴻量達9870立方公尺 霸體中央有3座沖刷隧道的開口 而霸體盤的山壁中另有排鴻隧道 在面臨56年最大乾旱的同時 翡翠水庫卻能保持7成以上的蓄水率 維持大台北地區的穩定供水 這其中有哪些奧秘呢? 讓我們來一探究竟吧 北翠水庫的興建計畫最早於民國60年開始規劃 為大台北地區自來水第四期建設計畫中的水源工程 由於當時台灣正處於經濟起飛的時代 民生以及工商業用水需求大增 每到了枯水時期都會有水源短缺的窘境 為了解決缺水的問題 考量興建溪流量大且水質較為良好 規劃於興建溪上游選子興建水庫 當時一共有景美溪、南氏溪及北氏溪三個地點 首先由於極美溪流量較小且上游地區多已開發成良田 而南氏溪波斗泥沙量大 如果興建成水庫會面臨往後大量泥沙淤積的問題 最後北氏溪由於河道較為平坦且上游較少了為開發 因此選定成為大壩今日染水的預定地 隨後又於翡翠谷、竹坑、平林及打魚窟等地 選出翡翠谷為興建大壩壩體之處 這也成為了今日翡翠水庫的名稱由來 並在民國61年完成初步研究報告 民國63年完成可行性報告 在於民國67年完成定案研究報告 深入檢討壩體安全問題後 於同年8月開工 由於當時尚未有環品規劃 當時的台灣省政府為了確保新電溪上游的水源品質 於民國73年設立台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委員會 負責管理水源區的開發 而翡翠水庫也是全國唯一一座依照都市計劃法 划定為水源特定區的水庫 且平時集水區內不開放給民眾參觀 為全台管制最嚴格的水庫 而台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委員會 也於西元2002年改制為經濟部水利署台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 也因為如此 肥翠水庫成為了今日全台泥沙預計程度最小的水庫之一 僅佔整個水庫庫區的7%不到 隨後民國76年6月肥翠水庫正式完工啟用 由台北市政府成立台北翡翠水庫管理局負責營運及維修的工作 而翡翠水庫也是全國第一座自行由國人設計及建造的水庫 可以說是台灣水利工程界的重要里程碑 但由於翡翠水庫距離台北市區僅約30公里 這項重大的水利工程建設被當時的民眾質疑 如果發生戰爭、地震或重大危難的話 會危及到整個大台北地區的安全 甚至當時力推水庫建設的時任台北市市長林陽港 還被指控是中共派來的間諜掀起各種陰謀論 不過以今日的角度來看 當時決定要蓋水庫確實是一件很有遠見的決定 不僅解決了乾旱時期的用水問題 更發揮了水量調節的功能 使下游的河道可以長年供床置航行 發展由床觀光 同時稀釋下游河川的污染濃度 大多數人可能都會認為 翡翠水庫是作為大台北地區的主要用水來源 然而大台北地區的民生用水 有絕大部分的時間都不是來自於翡翠水庫 而是優先取用於南士溪上游的溪水 當水量不足時才會由翡翠水庫放水供應 當翡翠水庫放流水與南士溪汇流後 經由新電系河道流至直潭壩及清潭業 送各淨水場過濾消毒後 在水的自來水管線分送至各行政區 而每年台北自來水事業處 大約會從翡翠水庫購買2億1812萬立方公尺的自來水 占整個北水處每年取水量的24% 也就是說因為有兩個主要的水源供應來源 再加上先天的氣候優勢以及後天良好的水土保持 因此在大台北地區幾乎不會有缺水的問題產生 而北翠水庫除了在酷水期發揮供水的功能以外 在颱風天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由於颱風帶來的好大雨造成的土石沖刷 使南士溪上游常會在風災過後 狹帶大量的泥沙流至下游地區 造成水質的濁度過高而無法引用 這時北翠水庫就會將相對清澈的水源放流而下 與南士溪上游的溪水會流 溪式濁度過高的南士溪穿水 目前北翠水庫的供水作業是由台北自來水事業出負責 而供水轄區除了台北市全區以外 還包括了新北市新店及永和的全部地區 三重區二重樹洪道以東 綜合區原山路以東 以及細紙區橫柯里等七里 並支援淡水、細紙、深坑、泰山、五谷、三重、盧州、巴黎、板橋、土城 新莊、三峽、茵哥、樹林等地的用水 而北翠水庫平時會將水位保持在上線與中線之間 若水位低於中線 就代表未來有剛和缺水的可能 如果水位持續下降且低於下線時 就代表水庫蓄水量嚴重不足 必須實施夜間減壓供水 若當蓄水量低於嚴重下線時 表示蓄水量已經嚴重不足 得輪流到實施分區輪流供水的地步 而上述提到的台北自然水事業處 又簡稱為北水處 是一個隸屬於台北市政府的行政機關 成立於民國66年的1月1號 其前身為台北自然水廠 而現在的北水處功能為 供應南市溪以及翡翠水庫的水源 順帶一提 全國除了上述地區為北水處的供水業務範圍 其餘的縣市以及地區 皆為台灣自然水公司等服務區域 雖然每當颱風過境後 北水水庫的放流水會與南市溪的濁水會流稀釋 但由於近年來極端氣候的緣故 颱風的強度越來越大 在強降雨的結果下 還是難以避免水質濁度飆升的問題 因此為了解決上述問題 台北自然水事業處規劃建造原水隧道 整體工程與於民國108年7月動工 預計在民國112年的7月完工啟用 另外 北水處也於民國108年底全書完成 板新地區供水改善計畫二期工程 將供水資源區擴大至 板新地區、土城、樹林、山峽及鷹哥 整體來說 北翠水庫的落成 本位乾旱時期的大台北地區帶來衝突的水量 確保了生活在雙北地區人民的生活品質 可說是一項相當重要的公共建設 但水庫的落成也淵沒了原本西谷的村落 造成約480戶的村民被迫搬遷 連今日著名的景點碧潭也因為水庫的落成造成水位的嚴重下降 需另外在碧潭橋的下游修築藍水壩以維持碧潭的蓄水量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請記得訂閱按讚並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集再見囉 掰掰